河南省衙县有百岁老人62位 年龄最长的117岁老人张学礼 不仅能顺序地背出三字经全文 论语诗经孟子礼的段落 而且汇豪泼沫也毫不含糊 新年临近中心社记者在河南省甲县 姚庄乡小张庄村 见到了出生于1902年的张学礼爷爷 他面色红润与人和善 谈话间不时喜笑言开 问及在哪里学的三字经和书法 张爷爷说 儿时在村里私塾学的 张爷爷的老伴早年已去世 他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80多岁 小女儿也70多岁了 目前主要由小女儿张苑和女婿精心照顾 谈到张爷爷的长寿秘诀 照顾父亲多年的张苑说 父亲早起习惯喝口茶 早饭有豆奶 纯奶 鸡蛋 再配上一块软馒头和鸡蛋糕 午饭 一碗简单的西红乎面条或饺子 而后再喝点茶 晚餐一般喝碗汤 常见生活规律 不抽烟 不喝酒 而且胸襟豁达 我父亲的长肉没做的都是 吃饭上的不见产 后来客户之后 后来饭都重 不嫌的嫌也重 甜也重 喜丑 村子都重 一般情况下也不是说老太出啥 主题的都是心太好 最有啥事当年跟着事都能过 采访中 贾县民众局工会主席刘国锋介绍 贾县目前有百岁老人62位 而张学礼是年龄最长者 县为县政府高度重视老人工作 2017年贾县被聘为长手之降 目前签县百岁老人 减载的共有62位 县政府对百岁老人 没人没约 罚放300元 这个高领不贴 为进一步贾县对老人的关爱 关爱工作 卫生部门明年都会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 给予健康体验 红对联 红灯楼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张爷爷拿起毛笔写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梦两个福字 同时他还乐呵呵说道 每逢节日 各级干部都会来看望他 现如今生活越过越好了 人都 没找找你 都过来 政府找找 爷爷 你自己有啥新年愿望没有 没啥愿望 这关键又往好了 是好 我去帮忙 我去帮忙